好,我们接下来看语法的部分 来,看到第一个 Zutto Zutto这个词呢,好像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过了 那么今天我们是把这个词作为一个总结 把它所有的用法都拿出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我们来看Zutto的第一个用法 首先这个地方强调的是后面呢 喜欢搭配一些修饰词语 包括使用词,使用动词的东西 表示具有对比的含义 这个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学过了 表示比什么什么的多 比方说Zutto yasui 便宜的多 Zutto samui 要冷的多 都是一些修饰词语伴随在后半部分 我们来看这句话就是这样子的呢 本物よりZutto yasui材料を使ったり 普通なら捨てる部分を集めて 浇度の肉のように作ったりする だりだりする 什么啦,什么啦 比方说我们将什么呢 将一些比 有理是比较 那我们有时候会使用 比这个真的那个食材 要更便宜的 会使用更加便宜的食材来制作 或者呢 是将其制作成什么呢 将什么呢 将平时要丢掉的这些部分 放在一起做成 看上去像是上等的肉类 好,这句话呢 是课文当中的原文 我们在课文当中还会来强调这句话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在语境的作用下 能够更加好的理解 暂时我们看这句话的意思只能理解成 我们使用到比真的食材 要更加便宜的这个材料 或者是我们将平时 普通なら 是平时 将平时要丢掉的部分来整合在一起 做成看上去像是上等的肉类 好,我们在课文当中再来看这句话 前后是什么关系 来,首先我们搞清楚 自多的这个用法 首先第一个句型 在这个地方 人口は天心より北京の方がずっと多いです 我们来看一下 ずっと多い就是词 人口与天津相比的话呢 那么北京要 多的多 ずっと多い 多的多 第二个 チョウさんの日本語は私よりずっと上手です ずっと上手 这里又是形容动词 那小赵的日语呢 比我的要好的多 那用法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多的多 好的多 便宜的多 都是这种感觉 好,这个是之前有 已经接触过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用法 比方说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特点的 第一个是强调一种方向 第二个是强调时间 那么呢 是强调方向或者时间上的一个间隔时间长 或者是距离时间 距离的这个位置很远 我们都可能会用到这种表达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他强调的是时间的概念呢 你可以偏向翻译成很久 很久怎么怎么怎么样 如果是表示距离 你可以表示很远或者远远的什么 当这个翻译呢 是要非常灵活的去处理 你要根据每个句子去灵活的去翻译 比方说这个句子 我们来看一下 ここからずっと北の方に高い山があります にがあります 首先这句话当中 这个是最主导的这个语法 表示空间的 强调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 在北边呢 有一座高山 那么前面 から是表示离 那么表示距离这个地方 在远远的北边呢 有一座高山 那么这里是强调距离之间的 很远的感觉 是表示一个方向的方位的感觉 距离很远 来往下面看到这个句子 私の席は彼より 彼のより ずっと後ろの方でした 後ろの方 其实就是靠后的意思 那么 より 比 我的位置 比他要靠后很多 那么也是距离 拉得很长 拉得很远 好 这两个句型都是讲到 一个位置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强调时间呢 是一种什么样的翻译呢 来看它比方这句话 ずっと前にこの本を読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 だことがあります 是表示一种经历的句型 表示我有看过这本书 ずっと前 在很早之前 我记得有看过这本书 所以这个字都是之前 不太有接触到的 所以把这个作为重点的记忆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句话 第一个是 ここからずっと北の方に高い山があります 第二个 私の席は彼のより ずっと後ろの方でした ずっと前にこの本を読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用法 这个是强调后面的动词 是强调的是动词的一种持续体 或者是状态的一个词语 常用的是有 ている可以表状态 那么这个就是经常会使用的 比方说 ずっと 这句话他说 彼女は朝からずっと本を読んでいます 他从早上开始就在一直看书呢 表示状态一直不变 就好像以前我们经常会听到 这句话说 ずっと愛してる 我会一直爱着你 对不对 那这样的就是表示 那个状态是不会改变的 跟他的用法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句型 这个 ソーサンドは高校時代からずっと一緒です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ド是表示和和这个小潮怎么样呢 我们是从这个高中的时候开始 就一直在一起 或者是一直玩在一块的 一直 好 这个用法是以前接触过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用法 第四点 后续移动性的动词 比方说行く 或者帰る 这样的词 比方这个地方是强调 一个方向一直朝前 直走 或者是直行 この道をずっと行きますと 銀行があります 这里就是 如果朝着这条马路直走的话呢 就会发现有一家银行 好 我们这个地方是直行 ずっと 那么后面正好接的 就是表示方向性的动词 注意一下 这个用法 ずっと おくへ お入りください おく 里头 ずっと 朝前 一直怎么 那就是表示 请往里走 表方向 很简单 这个地方呢 单词 入 是表示 进来 往里面走 那么这个用的是一个 比较礼貌的表达形式 我们平时都喜欢说 入ってください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再复习一下 用的是动词的连用形 入 前面是表示 近语的字头 后面呢 ください 接上去 构成 お入りください的形式 这个形式要比 入ってください 更加礼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第二个语法了 ずっと 刚刚讲了有四个意思 所以回去就是 慢慢看书的时候呢 还要重新整理一下 分清楚它的意思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语法 zawari 这个zawari 结尾词 它的动词来源于 这个单词是 sawari sawari 那么作为结尾词的话呢 这个sawari 这个变成zawari 这个音发生了一些音变 前面呢 可能会接上一些 其他的一些名词 构成一个复合词 比方说 这个单词 这里出现一个ha 是牙齿的意思 ha zawari 那么zawari 在这里是主要是 接触物体的这个触感 所以ha zawari 是口感的感觉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用法当中 说了一些什么 比方说第一个句子 ki nu ki nuだから ki nu是这个绸缎 或者丝绸 ki nuだから te zawari ga to te mo やわらかい 非常的柔软 这个te zawari 这位词用在一块 那就肯定是手感的意思 因为这个是绸缎的 所以这个手感 非常的柔软 好 我们来往下走 这个新的句型 ha zawari ha zawari mo hon mono do so kuri da so kuri 这个词 我们在单词当中 提到过是表示 与什么是一模一样的 极为相似的 那么这里很简单 说口感 ha zawari mo do ye 表示连口感 都与真的 一模一样 来 最后一个 说到了 ha ta 肌腹 ha ta zawari 你会怎么翻译呢 对 表示肌腹接触物体的 那个触感 来 还说到这个句型 说到是 shitaki shitai 或者是内衣的意思 都有 ki nu no shitaki wa ha ta zawari ga na mei raka de ii na mei raka 是表示 这个光滑的意思 你看因为这个是这个绸缎丝绸做的那个内衣 所以它的这个触感是非常的光滑的 光滑了 好 来我们往下面看到这个zawari的话呢 这个zawari呢 用到已经用了很多形式了 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个剧情 那么也是课文的一个原文了 看到这边说到是 包括从它的味道呀 色泽呀 它的这个形状啦 到它的这个香味或者是口感啦 从什么到什么都什么呢 本物の作りのもの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とができる 能够 包括说从这个味道 颜色形状到香味或者口感 我们都能够做成跟真的那个食物同样的状态 做成同样的一个感觉 做成同样的一个食品 好 我们看下面到新的一个用法 我们看到第三个用法了 好 来 看到这边 第三个用法说的是 sokuri sokuri sokuri这个词是一模一样 刚刚已经提到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意思没有 比方说第一个 是强调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第二个意思呢 还可以表示强调一个数量的概念 强调是完全全部怎么样 所以分成两个意思去看待 首先呢 我们先回到书上的那个单词的意思 是一模一样 它这个地方使用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注词搭配呢 有选择用need的 也有选择用多 有的时候甚至也没有使用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 我们注意看例句 通过例句去判断 来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例句当中 第一个提到的是什么 刚刚又讲了手感 对不对 那就是说这个化学纤维 怎么呢 与什么呢 与这个绸段是同样的手感 和这个绸段的手感是一样的 也可以 那 に 或者 ど 记得 这个纤维是读作 せんに せんに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用法 仍然还是第一个意思 表示与什么极为相似的 这边说到 娘の顿はお母さんに お母さんとそっくりだ 这个女儿长得跟她妈妈一模一样 那也是用的这两个主词搭配 你可以取舍一下自己 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好 往下面看一下 还有没有一些表示其他的意思呢 那么从第三个剧情开始 强调的是一个数量的概念 强调是全部 或者是完全 这个剧情我们看一下 お腹がすいたらしく らしい 是表示说好像 似乎 在这里呢 变成了く的形式 我们还没有讲完 这里还可以接着说 だしてくれたものをそっくり 食べてしまいました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お腹がすいた 是表示肚子饿了 那个好像是肚子特别饿了 所以呢 把什么呢 お 是把对象 把拿出来的所有的食物 全部都给吃光了 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动作的完结 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好 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句型 来 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句子 说到 お腹さんは遺産 财産 遺産 遺産をそっくり 社長の母校に 寄付しました 这个单词 说到的 看到 我们用一个句型 是把什么什么什么 捐赠到了什么什么地方 寄付是捐赠 这个夫人呢 把这个财产呢 应该说 所有的 对 把所有的这个财产 都捐献给了 社长的母校 そっくり 全部 所以这两种意思 大家用的时候 要根据句子意思判断 有一模一样的意思 也要表示 全部 完全 全部 そっく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句子 是模仿的意思 那 模仿什么呢 那个人呢 完全是模仿了 我所写的小说 完全 全部 好 最后一次 我们把这个句型 再来读一下 あの人は 私の書いた小説を そっくり 真似しました 真似しました 好 OK 今天讲副词 已经讲了很多了 我们再看一下 一个新的用法 看到这边说 第四个是 に むく に 是一个对象助词 这个翻译是读作 むく むく 那么经常呢 它会变成一种状态的 一个变形方式 比方说 むいてる 是表示 适合什么什么什么 适合什么什么 比方说 这句话当中说到说 がっこ きゅうしょくや がいしょくさんぎょうで つかうのに むいてる 好 这个翻译是表示呢 这个纺织食品 是非常适合于 这个学校的 这个配餐 和这个餐饮业的 适合什么什么东西 这也是课文的语言文 我们到时候来 再做具体的 这个翻译 来看结合上上文 我们再来看句型 我们首先先看 它的意趣部分 第一个 この本は小さくて 持ちやすいから 通勤電車の中で 読むのに むいてる 好 我们再来读一下 这个句子 この本は小さくて 持ちやすいから 通勤電車の中で 読むのに むいてる 同样的 前面不是单译的名词 是动词 记得多加一个 の就可以了 适合什么 这本书因为非常小巧 而且呢 也方便携带 持ちやすい 动词连用型 加やすい 大家还记得吗 表示 异于怎么怎么怎么样 这里翻译成 比较 异于携带 携带方便 所以非常适合什么呢 非常适合 在 这个上下班的 电车当中 进行阅读 这个意思 适合这种情况 适合 往下走 このデザインは 年寄りに むいています 年寄り 是年纪大的人 或者老人也行 我们来说 大家说 这一款设计 是非常适合 老年人的 むいてる状态 我们说了 这种用法 比较喜欢呢 搭配这个状态用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尝试 用这种形式来表达 にむいてる にむいてる 来 还有一句话 この仕事は 力がいるので 女性には むいていない 那么很简单 这个是表示不适合 对不对 用不适合 就用这个 いない的形式就行了 这个工作 因为需要这个体力的 所以呢 不太适合女性 この仕事は 力がいるので 女性には むいていない 不适合 记得 这个用法 记得适合 就是 むいている 不适合 むいていない 助詞 用に 就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新的用法 这边第五个 具有 使意 具有 使意意义的 它动词 那么平时 我们都知道 将动词 变成使意的表达 你要将其 变成使意 行才可以 但是实际上 日语当中 有很多的 那个动词呢 它本身就具备 使意的 这一含义 所以 它把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总结 给大家讲了一下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些动词 比方说 这句话当中 提到了一个单词 叫做 苦しめる 这个苦しめる呢 就是表示 使其痛苦 或者是 为难的意思 来 我们来看到 它有一个使其 怎么 有一个使意的 一个意义 在当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的翻译 是什么 科学の進歩が 人間を苦しめるのは 残念なとこ 残念なことである 好 这句话刚刚讲的 太 重新再讲一下 科学の進歩が 人間を苦しめるのは 残念なことである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呢 很简单 主语是表示 强大说 现在科学的进步 怎么样呢 反而给人类 带来了危害 或者对人类 造成了一个损害 怎么样呢 确实是一件 非常遗憾的事情 这个地方呢 である 是です的 正重型表达方式 所以意思相当于 です 好 这是课文的原文 我说了 原文的这个句型当中 一定要在课文当中 将其解释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大概 先把这个单词 先搞清楚 是表示 使其为难 或者使其难办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灵活翻译的 表示 使什么呢 去给人带来危害 或者给人带来这个损害 好 我们 在课文当中 去理解 理解这句话 我们先往下面走 刚刚呢 回到主题上来 就是表示 这些动词 都带有实意的 一个意义在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动词当中 提到有点些 比方说 刚刚提到的 苦しめる 使其为难 使其难办 怎么怎么样 好 这个单词 这些动词 我们来看到第一个 本身它就具备 实意这一点意思 我们再来翻译一下 这个句子 刁难 提出一些刁难的问题 去围栏这个老师 来 我们往下面走 溺れる 溺れる人を人工呼吸 で生かした 生かす 生かした で 的方法 を 是我对动作的对象 我们通过这个 人工呼吸的方式呢 使什么呢 溺水的人呢 苏醒 活过来 使其 怎么怎么样 这个也是非常明显 带有这个 使意的一个意味 在这个当中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句话 溺れる人を 人工呼吸で生かした 让其 使其 苏醒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句子 思いのままに 人を動かそうとしている 这里有一个 小的一个 小的词组用法 叫做 思いのままに 思いのままに 是翻译的话 意思比较多 比方说 随心所意的 或者是任意的 怎么怎么样 还有包括说 按照自己的想法 怎么怎么样 这个单词呢 原型在这个地方 已经提到过一次 叫做 動かす 動かす 在这里是指的是 表示动员谁去做什么事情 或者发动谁去做什么事情 那么这里他用了一个实语形 加上 ど する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种语音法 就是以前说到的 用 とする 用 とする 就是表示 想怎么怎么样 想要去怎么怎么样 就是意志型加 どする 可以强调 说话人 想去这么做 那么这里 是表示我动员的一个对象 其实就是表示 想要别人的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行事 好 OK 这都是让对方怎么怎么样 你看第一个 让其为难 第二个 让其苏醒 最后一个 让其去做什么事情 或者动员谁 让他们去按照自己的意识 去做 那么这里都有带有一个 使忆的一个状态在里面 还有一些句子 那我们看看这个句型 船を浮かべようと 船の中のものを下ろしている 好 这个句型当中用的是浮かべる 浮かべる 是表示浮起来 使其上浮 那么这个地方 用とする 只是把する省略了 还是那个用とする的用法 表示 想让他怎么怎么样 応是对象 想要这个 想要这只船上浮 所以我们将船上的货物 或者是东西 全部给卸载下来了 让其怎么怎么 它都带有这种 使忆的表达方式在里面 好 这样子 往下面看到一些新的内容 比方说第六个 我们来看到 de de的含义意思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比较常用的是什么 首先这里它的句型 第一个是表示引用 这个用法是很早很早 就跟大家说过的 比方说我们用到引用的情况 有比方说 do 言 do 伝える do 答える 表示一个内容 引用 那么现在我们全部都可以换成de 那是更加口语的方式 记得在引用的这个意义上 do 的口语表达 就是这个 d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比方说 前面提到的这个课文的原文 第一个说 它说 安い いくらは コピー食品だって 聞いたので コピーって 偽物ですか え サラダオイルで 作るんですって 全都是这种东西 来第一个 其实这里相当于什么呢 do どう聞いた 听说了什么什么事情 因为呢 我听说什么 这种便宜的这个 鲑鱼籽啊 全都是那种仿制复制食品 听说 用助词do 意思一样 更加口语 好 往下走 这边 コピーって 偽物ですか 你说的这个复制食品 难道是假的吗 是的 听说是什么呢 で 又是表示听说 只是后面把动词省略了 听说呢 他们就是用这种什么呢 这个 色料油去制作的 嗯 这种便宜的 这个鱼啊 这个鲑鱼籽呢 全都是用这个 色料油去制作的 好 で 继续看 这边还有很多句型 我们来一个一个去看一下 这边用法是怎么来用的 第一个 これ コピー食品で言います 一样的 我们现在都将它看成 ど 都行 这个就叫做 复制食品 纺制食品 啊 书上提到 多次有提到 コピー食品 这是我们这篇课文的主题 コピー食品 是指呢 用一些其他比较便宜的食材 去做成跟那个真的食材 是同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种食材因为比较便宜 所以买的人还比较多 他们同意叫做 コピー食品 嗯 来往下面走到这边 手紙には近頃上海に行く って書いてあります 一样的 相当于 と 書いてあります 这个信上写着什么呢 写着最近呢 要去上海 近頃 最近 好 这个 用法 比较简单一点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下面这个句子啊 雨だったら 遠足はやめるって 聞きました 这里是提到的说 哦 だら 假设 要是下雨的话呢 で 在这里肯定是表示do 表示听说 听说要是下雨的话呢 我们这一回的这个户外交游呢 活动就会取消了 やめる 好 这个で 用法我们都理解了 第二个意思 还可以表示相当于 と いうのは 一般说 というのは 是强调提示前面的一个主题 强调前面的一个内容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怎么用的 第一个 コピー食品って なんですか 你说的这个 复制食品 仿制食品 指的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 コピー食品 どういうのは 是一个意思 强调提现出前面这个内容是 コピー食品 强调这个复制食品 指的是什么东西 来我们往下面走 一样的 一样的 我们要说的让人家能够容易理解 我们要说的表达的让对方能够容易理解 确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强调这个内容 强调这个内容 强调前面的这个内容 好 OK 这个第三个用法 这边是重复对方的一个对话 来强调什么呢 对此 来进行说明 其实还有一种反问的感觉 我们在句子当中来看一下 这个用法是怎么理解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型 それはどこですか どこがって どこがって いつも いつものところだよ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说 それはどこですか 你说那是哪个地方呀 你说那是哪啊 这个地方 它就是重复了一下 把对方说的内容 又重复说了一下 进行一种强调说明后面的东西 你说哪 那个地方不就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吗 いつものところ就是老地方呀 就是那个老地方 很明显 就是重复对方的发言 来进行一个说明 当然了 还有反问的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可能就会有说到这一层意思 第一个 死んだって 死んだって 信心になれないわ 信心になれないわ 这个就表示 无法相信 わ呢 比较偏向于女性用语啊 这个で 肯定也是在对话当中 把对方刚刚说了的 那个东西呢 重新又说 比方说 那个谁谁谁 最近已经过世了 他说 死んだって 过世了 真的是无法相信 那这种感觉 好 我们来往下面看到 下面的句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留守番电话って 聞いたこともないわ 留守番电话って 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わ 你说那个什么 留言电话 自动留言电话 我从未听说过 聞いたことがない 从来没有听说过 好 来看到 这个就是经常会把人家说的话呢 重新的拿出来又说一次 这次呢 后半部分 有的时候是反问 有的时候是说明 好 OK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呢 第四个意思 在这里强调的是 表示传达别人的话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看到 有的时候是可以相当于说 そうです そうです 来 比方说 我们来看到这句话当中说到 copy食品は copy食品は たくさんの食品添加物が 使われているぜ 使われているって 好 这个可能是表示 那从哪听说 怎么呢 听说这个仿制食品 这个复制食品呢 它是有使用什么呢 有使用大量的食品添加剂的 好 这种句型当中 用了で 可以跟 そうです 进行替换 好 我们再往下面看 来週 会社が 二日間休息って 知ってるがい 知ってるがい 好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 听说那个公司 下个星期呢 有两天时间的休假 知ってるがい 你知道吗 了解吗 我们说动词原型后面 加一个がい 马上升 是可以表示疑问的感觉 好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句子 来週 会社が二日間休息って 知ってるがい 知ってるがい 好 我们下面走 あの本はとてもおもしろいって おもしろいって 听说那本書 好像挺有意思的 挺有趣的 好 这个语法 跟 そう 是比较相似的 好 来 我们看到这个语法 第七个 のだ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表示一个看法 或者是疑问 首先我们先根据第一个意思 先把这个东西先搞清楚 我们首先看到是表示疑问 好 表示疑问 我们来看怎么表达的 比方说 第一个 何に迷うんだ 何に迷うん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他还有强调一个 说话的一个语境在里面 就是说 其实他这个提问 是希望得到对方的 一个说明的 有的时候还可以表示 这边强调自言自语 表示一种责备的语气 含有这种语气 有的时候也会存在 所以他在语境当中 的这个细微的变化 是我们必须得注意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句型 あの人は一体 私の何がきりいらないんだ 私の何がきりいらないんだ 気にいらない 我们都知道 気にいらない 是表示说 或者说讨厌 甚至可以说是不喜欢 因为気にいる 是表示喜欢和忠意的意思 那么反过来 这样也是表示 不喜欢或是讨厌 那么一体 这个表示 究竟到底怎么怎么样 一体 到底究竟 あの人は一体 私の何がきりいらないんだ 那个人 他到底对我哪不满意 他到底是对我 哪个地方感觉不喜欢呢 我们这个地方 感觉看到 他就是一种提问的方式 好 希望得到一个回馈 非常想得到 这个说明的一个心情在里面 好 我们下面走到 下面的句子 こんな こんな バカみたいなことをしたのは 誰なんだ 誰なんだ 好 我们看到 バカ 是表示很愚蠢的意思 みたい 像这种什么什么什么 こと 事情 做出像这样的事情 做出像什么样的事情呢 做出像这样愚蠢的事情 バカ 到底是谁呀 究竟是谁呀 疑问 好 OK 来 我们来看到 这边呢 还有一些看到第二种用法 就是强调说话就的一个看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看法 表看法的句型 僕は未来は好きなんだけど 来 看到 这就是表看法 就是我呢 还是非常喜欢这个未来 或者是我非常向往这个未来的 好 だけど 表示 成上起下 往下面走 どうも どうも配合ない 是表示 怎么也无法 就相当于那个 どうしても配合ない 怎么也无法 怎么怎么样 好 后面 这里有一个连在一起的惯用说法 我们晓得 这个ところ呢 可以表示 强调事情的某一点 或者某一个方面的意思 那么 そこのところ 是表示这一点 或者这个方面 きにいらない 就我刚刚讲的 不喜欢 是非常建议的 那么连在一起来说 就是我呢 还是非常呢 向往未来 非常喜欢未来的 但是呢 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 我非常建议的 那么 这也是课文的原文 它建议什么呢 我们在课文当中再提 好 往下面走 のだ 这里注解非常多 那么 のだ的这种用法 我强调了啊 首先是看法也好 还是说疑问也好 那都得根据句子意思来判断 所以不要着急翻译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のだ 当然还有一些 把是新的一些用法 比方说 这个のだ 有点相当于 这个はけん的 这个感觉 就是发现 发现一个新的情况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 初次获得某种信息的感觉 好 OK 这个还包括说 可能是 表示说话人呢 强调自己的看法 去说服自己 那么这里的意思呢 还蛮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表示什么呢 初次获得消息 发现某种新的情况 第二个是 强调自己的看法 去说服自己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句子 是什么 第一个 けいちをみて あしたかいきがあるんだ うんだ 你看到很简单 けいちをみて 我看那个告示板上面 发现 明天有一个会议 这就是新消息的一个获得 有一个 発言的 一个状态在里面 好 往下面走 这边说 納豆 是納豆啊 納豆って うまいんだ うまいんだ 这就是一个 一般的一个 强调自己的看法嘛 这个納豆 真的非常好吃 好 我们往下面看 このえ このえ にせものなんだ 强调自己的看法 说 这幅画 是赝品 にせものなんだ にせものなんだ うんだ 这个地方说 のだ のだ 这里又出现了 うんだ 可以 没问题 うんだ 是のだ 的更加口语的 表达方式 来 我们往下面走 僕はこんなに 一生懸命 勉強したんだ 你看 我都这么拼命 努力的在学习了 試験に落ちるはずがない はずがない 是表示不可能 没可能 我不可能会把这一次 考试给考砸的 是这个意思 强调自己的这个看法 去说服自己 来看到这边 我们再把这个句子读一下 僕はこんなに 一生懸命 勉強したんだ 試験に落ちるはずがない 好 ok のだ のだ 的意思 刚刚强调了 两个最主要的 一个是表示疑問 提出疑問 希望呢 在对方那 得到一定的回答 第二个呢 就是强调自己的看法 那么刚刚呢 还有补充 比较特殊的一些用法 比方说 获得新消息 発券 明天有一个会议 明日会議があるんだ 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我强调的 就是强调自己的看法 去说服自己 好 のだ 有的时候还会变成嗯达的情况 好 来我们来看到第八个 撒 撒这个词呢 肯定是我们经常看动漫 或者看日志的同学会经常听到的 撒用法非常多 首先他用的最多的情况 可以表示一种强调 强调 来比方说这句话 二十二世纪啊 我说到这个二十二世纪啊 撒就是强调这样的一个东西 来加强语气 看见没有强调它 加强语气 来引起对方的注意 就是这个东西 没有实际意思 它就是一种语境 好 来往下面看到下面这个句子 もしもし 今どこにいるの 那个你现在在哪呀 在哪个地方 渋调さ 君も来るがい 那这个说 我在那个 撒谷呀 你也来吗 就是强调这个语气 提醒对方 或者是 吸引对方的注意 来往下面走 眠いでしょ だからさ ゆうべ早く寝なさい と言ったのに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眠い 你看你现在困了吧 だからさ 所以我说呀 你现在困了吧 我说了呀 昨天晚上 让你早点休息 但是你 就是不听嘛 好 来我们下面走 それがさ 对方的这种用法 对方的这种用法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 さ 的第二种用法 那么 这种用法当中 是强调的什么的 一些细节 东西 我们注意一下 看到 首先这边强调是男性用语 女性的话 女性的话呢 最好用这个 我刚刚说了 我是比较偏向于女性的 或者 来 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强调的一个轻微的断定 和主张 来 后半部分也强调 可以是随随便便的说法 也可以跟疑问词一块使用 表示反问 对方的所言 或者是 强调 这个强烈的这个反问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意思 待会儿在句子当中 可能都可以找到 首先第一个是 轻微的断定 然后呢 随便的说法 随随便便说一下 随随便便讲一下 然后呢 还有一种是表示 和疑问词一块 表示什么呢 反对对方所言 来 最后面是强调 强烈的这个反 好 这个注解重新讲一下 好 再开始 好 你看到 下下面呢 这个注解当中 提到的意思非常多 其中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关键是表示一个 轻微的断定 强调意主张 轻微的断定 表达一个人的主张 另外呢 是一种随随便便 说说看的一种语气 还有一个 适合疑问词一块使用 可以表示反对对方的所言 和表示强烈的一个反问 我们这些都只能在句子当中 一个一个去对应一下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来我们看看这个地方说到 这个小李的画画得非常好呀 来往下面 这个就很明显的表示反对对方所言 跟疑问词一起做搭配 什么呀 这种程度的绘画水平 我也能够画好不好 就即使是我的话 我也能画得出 好 我们来看到 这边提到的是这个意思 反对对方所言 什么呀 我也能够画得出好不好 好 我们往下面走到这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里强调什么 这里用的这个 是假定型当中的否定表达 如果不变换你的学习方式的话 或者说如果不改变你的 这个学习方法的话呢 いくら和でも是做搭配用的 表示即使 进变 那你即在变你怎么学 不管你怎么看 不管你怎么学 你都不可能会有提高的 那么这个很明显是表示什么呢 さ 表示轻微的断定 和强调这一主张 好 我们来往下面看到 そんなきゅうがなくてもいいさ そんなにきゅうがなくてもいいさ 你不用那么着急 也没事呀 来看到 在这里是表示着急 好 我们来往下面 最后一个句型说 これも食べてはいけないって それじゃ何を食べればいいのさ 再读一下这个句子 これも食べてはいけないって それじゃ何を食べればいいのさ 这个地方で 是表示把别人的话 又重新拿来说一下 我们刚刚提到的で的用法 就是说 这个你说你也不可以 你说这个也不能吃 那じゃ それじゃ 那你说我可以吃什么 或者说我吃什么 觉得可以呢 我吃什么好呢 那我吃什么合适呢 さ 强调 什么呢 反问的一用语气 好 来看一下 这就是さ的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些用法 那都是非常灵活的 表达方式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 多把这些练习 把这个句子当中呢 反复地进行一个练习 反复地进行这个阅读 把这些意思都掌握好 然后自己在照句子的时候呢 也可以分清楚这个语境 在句子当中起到的作用 好 我们来往下面看新的内容了 来往下面走 这边说到第九个语法 这边说到第九个语法 说是 だ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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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って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表示一个 什么呢 表示原因的 那么这里呢 因为是表示原因呢 还有一点点表示这种 辩解的这种感觉 辩解 辩解 可以做搭配 表示 一个辩解的一个口吻 辩解也是一种 表达你的这个事情的一个缘由嘛 来 我们来往下面看 第一个句子 今日は たくしてきちゃった だって 遅れそうだったんだ 这里用了一个 ちゃった ちゃった 其实就是 きって しまった 的最口语的表达方式 きって しまった 把这个 直接替换成 ちゃった 就行了 你看我今天是坐这个 出路车过来的 因为 我马上 我就是眼看就要迟到了 表示原因嘛 因为 怎么怎么怎么样 好 OK 往下面走 はやくかえりなさい はやくかえりなさい だって あなたはまた 食材をやっていないんだから 来 我们来看到 这个地方 だって 搭配了这个 うん だから うん だから 但是原因 来 这里就说到 要早点回来 因为什么 因为你作业还没做的呢 来 强调 这个原因 来 我们往下面走 这边 昨日 なぜ こなかったんですか 你昨天为什么没来 なぜ 为什么 だって だって 風で 熱があったんですもの ですもの 又是表示原因 因为 我不是昨天感冒了吗 我不是昨天感冒 发烧了吗 熱があった 发烧了 这呢 就带有便解 的这种成分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 特别是带有 这种便解的语气的时候呢 一般是偏向于 女性 或者是 年龄还比较小的 这个小孩 在使用的时候 比较合适 来 我们再往下面看到 高いですね だって 輸入品ですもの 好 好贵呀 当然了 因为这是进口的嘛 这就是表示 一般的原因 它在表示原因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是表示 便解的一种口气 有的是表示 普通的一个原油 因为它是进口的 好 OK 这个 用法 我们都已经搞清楚了 来 我们往下面走 第十个语法 け け的意思呢 有大概分成两种形式 我们来想先看到 第一种情况 它强调的是什么呢 け 首先确定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口语的 表达方式 是放在句末的 首先呢 它可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是一种 回忆的感觉 那么这里 它最后说了一个 用だっけ 或者だっけ 的这种表达形式 其实强调的是 一种过去式 过去式 答形 来 比方说 回忆的一种感觉 回忆其某种事情 比方说 这个地方 我们说到 学生時代 よく あの 喬店で 一緒に 飲んだっけ 一緒に 飲んだっけ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用的就是 だっけ 指的是动词搭形 配合 け 的形式 那么就是说 我还记得 这个在读书的那会儿呢 我们好像经常 在那家 咖啡馆呢 喝东西来着 这是一种回忆 来 往下面走 来 往下面走 行けない 啊 行けない 今日の午後 会議があったんけ 会議があったっけ 这个地方 首先强调是 有会议 会議があった 答形 后面又加上 あったっけ スッカリ 忘れてた 你看 突然想起来 这个回忆啊 想起来 一个事情 就是 いけない 表示 不好了 糟糕了 不好了 这下可不好了 那今天下午 还有个会呢 我都差点给忘了 这个地方 其实用的是 スッカリ 应该是讲 几乎都忘记了 这个事了 几乎都忘了 这个事了 下午还有会呢 我几乎都忘了 OK 好 表示一种回忆的感觉 想起了某件事情 某件事情 来 这里还有一句话 说到 約束は3時だっけ 約束は 約束は3時だっけね 我们这个约的是 3点钟吧 约的是3点钟吧 回忆起这件事情 好 那么第二 看到啊 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表示 强调是一个 询问的感觉 来 询问 来 比方说 这个句子 第一个 あなたは アメリカに 何年がいたっけ あなたは アメリカに 何年がいたっけ 那个 你在这个 美国 待了几年来 这是一个询问 あなたは来年 満30歳だっけ 満30歳だっけ 你明年是 满30岁了吧 满30岁了吧 来 这个 询问 来 往下面走到 映画は 6時からだっけ 那个电影是 6点钟吧 询问 好 OK 这两个意思 一个是表示回忆 一个是表示在 询问的表达方式 OK 结尾的形式